随着中国的国际地位越来越重要 影响力也越来越大 于是世界上有很多国家开始学习中国的文化 其中不乏一些国家学习中国的传统节日 春节就是最典型的代表 作为世界华人的大联欢 很多国家也开始把春节作为自己国家的法定节日 这中间包括新加坡、越南、甚至是美国的一些大城市 但是世界上有唯一一个国家 有住数千年的春节历史 现在却被废除 这个国家就是日本 日本人废除春节 主要的原因就是日本早在明治维新的时候 为了能够成为发达国家 放弃了传统的春节 开始过功利的新年 将元旦作为新年 但是奇怪的是现在日本的元旦并不隆重 最隆重的是圣诞节 春节已经没有了任何的宗迹 在日本的华人在城市 是丝毫感受不到日本的春节的味道 其实日本的春节历史是十分悠久的 作为在古代受中国影响十分深远的国家 日本从唐朝的时候就开始过中国的农历春节 在没有被废除之前 日本的春节也是十分有年味的 日本也是举国欢庆 因为在唐朝的时候 日本也用了中国的农历 所以春节自然十分隆重 现在在日本的城市 虽然感受不到春节的味道 但是因为在日本的一部分农村 还有人在用农历 所以在农村还是可以感受到一些春节的味道的 不得不说 日本的确是亚洲地区十分发达的国家 但是为了能够加入欧洲 放弃近千年的习俗 真的让人觉得有点忘本 不过已经放弃春节很长时间的日本 今年在春节这个中国人呢 最重要的节日 日本的首相居然破天花的要发表视讯给中国拜年 这也说明日本觉得中国强大了 似乎又有点要讨好中国的意思 不过日本春节虽然废除 感受不到年味 但是去日本旅游过年的人还是很多 日本更是被评为春节出境旅游的人气王 游客去日本并不是为了能够在日本感受多么强烈的年味 只是为了购物或者去日本的一些景点 这让人觉得很不解 日本废除了春节 所以春节期间还是在国内团圆比较好 你觉得春节去一个春节已经被废除的国家 能够感受到年的味道吗 过府军觉得 更多的应该是思乡吧 欢迎在评论区留下你的看法